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未来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 洗碗用沙子洗 喝水都要去水栈打表喝的 末日科幻片 年轻人 麦克一家人生活在一片废土之上 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 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土地全面化木化 现在变得贫瘠不堪 家中的水井只能打上来沙子 麦克有一个全身瘫痪的妻子 只能靠医院设备支撑行走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爱画画的儿子吉姆 和叛逆的女儿玛丽 麦克一家四口生活拮据 经济来源全靠这头骡子 他们经常要翻山越岭 给打井饮水灌溉的工人运送物资 每次运送物资 麦克都借机跟工头套近乎 说服他们把水引进自己那片土地 这样他们可以灌溉农田 重新恢复生机 只可惜麦克囊中羞涩 工头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就在返程途中 维持生机的罗子不小心摔断了腿 物资散落一地 眼看着连维持生机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可救的不去心的不来 麦克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并用土地抵押贷款 买了一头机器驴 虽然机器驴 让麦克一家负债累累 可毕竟他们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一路上麦克遇到利用孩子骗水的小夫妻 明知他们用心险恶 麦克还是好心将仅有的淡水分给了他们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无辜的孩子留有一线生机 女儿玛丽的男友费莱姆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 她一直将麦克一家人视作眼中钉 因为他们目前居住的那一片土地曾经属于自己的父亲 所以费莱姆处处与麦克作对 目的就是重新夺回土地 麦克倒也不傻 他反对女儿与费莱姆交往 甚至还把女儿锁在家里 不让他们见面 因此妇女关系非常紧张 但麦克不知道 费莱姆罪恶的复仇计划正在悄然进行中 这天刚买的机器驴不见了 麦克想到之前费莱姆找他借过骡子 但是被自己拒绝 费莱姆有偷走机器驴的巨大嫌疑 于是麦克找到费莱姆父亲了解情况 费莱姆的父亲表示 儿子一大早就去打紧工人那里 运送物资了 很显然机器驴就是费莱姆偷走的 于是麦克马不停蹄地出门寻找 没成想到了地方 还没等表明来意 麦克就被打紧的工人袭击 原来费莱姆带着机器驴偷走了工人们的物资 工人们还以为麦克是和他一伙的 麦克百口莫辩 只能抢走他们手中的枪和匕首 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第二天 麦克找到了费莱姆 并把他绑了起来 打算带到工人面前洗脱自己的罪名 可奸诈的费莱姆不停地向麦克示弱 表示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灌溉土地 并劝麦克停下来喝酒解渴 麦克渐渐地放松了警惕 就在这时 费莱姆趁其不备用石块袭击了麦克 还给他灌了许多酒 并把机器驴设置成自由行走模式 拖着麦克在起去不堪的道路上行走 活活把麦克拖死 麦克死后 费莱姆如愿地和玛丽结婚 并继承了麦克全部家产 以及那片土地 随后费莱姆再次找到工头 商谈饮水的事 没想到工头一如既往的游眼不尽 费莱姆拿出工头的匕首 说这是在麦克身上找到的 如果这事传出去 大家都会把他当作杀人凶手 在费莱姆的威逼利诱下 工头只能妥协 那片土地终于迎来了水院 费莱姆在土地上辛勤劳促 果然过了没多久 土地长出了绿油油的农作物 贫瘠的土地再次焕发生机 可好景不长 之前麦克负债拿土地抵押 现在银行要收走土地 费莱姆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他又动起歪心思 费莱姆联系了贩卖人口的酱油哥 并借人贩子的手杀死酱油哥 以绝后患 费莱姆拿到钱后 趁乱逃了出来 回到家后 费莱姆声称自己卖掉了机器驴 然后用这笔钱偿还债务保住了土地 没想到机器驴在枪战中受损严重 启动了自动返场程序 厂家根据机器驴上的联系方式 找到了麦克的儿子吉姆 吉姆意外地发现 机器驴有自动录像功能 他从录像中得知 原来父亲是费莱姆杀死的 这一切都是费莱姆早就计划好的 知道真相的吉姆崩溃痛哭 姐弟俩竟然和沙夫仇人 朝夕相处近一年 为了不打草惊蛇 吉姆偷偷把机器驴带回家 还装出一副不知真相的表情 随后吉姆以酱油哥的名义 给费莱姆写了封信 表示自己并没有死 还定好地点约费莱姆出来见面 费莱姆来到指定地点后 一脚踩进了吉姆 实现射号的陷阱里 费莱姆的腿当场摔断 至时吉姆提着枪 面无表情的出现 费莱姆见状拼命求饶 吉姆并没有理会 费莱姆最后的狡辩 而是拿起枪 一枪打死了费莱姆 故事的最后 吉姆牵着机器驴回到家中 然后删除了他的记忆 吉姆没有选择告诉姐姐 事情真相 毕竟此时 姐姐已经升华六甲 这样的现实对他未免太过残酷 吉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 从此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全篇结束 影片乍一看是废土风格的西部片 可融合了科幻题材与悬疑心理 才是电影的最大亮点 电影的故事性极强 将主人公内心的描述和矛盾 处理得十分到位 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每个人都有他玩过的一面 然而推动故事走向最好的一面 居然是反派费莱姆 子子不倦的奴隶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善与恶一直共存于人的身上 守护善的人 身上同时存在着恶 善恶懵懂的人 其实恶的种子早已更之其甚 好了 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